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大家好 我是Susan 我自己本身是有康复的诊所 主要是做一些康复医疗行业 从事营养和康复这块已经十几年了 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行业 也帮助到很多人 所以对整个的营养 rehab这块真的是非常有信心 然后作为今天的评委 今天的13位参赛的小朋友里面 有哪个特别让您印象深刻 或者耳目一新吗 其实每一个都很棒 因为你看今天 我觉得所有的小朋友表现都非常好 虽然有两个可能在服装礼仪当中 可能说少为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 他们的认真 那么还有一些孩子 就是特别口齿特别清晰 我觉得给我第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整个这个行业 我们是需要更多的去支持 那么从孩子来讲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个未来 所以这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那么我也支持我们的所有的孩子来参加 其实我倒希望到明年2020年的时候 有更多的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